中国不需要同情,中国需要理解,中国不需要安慰,中国需要支持,我们愿以杯水之力,尽寸尺之能,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。 哈喽大家好,我是昌烈,最近的疫情让大家心里都压力很大,我们这一期就先聊一点娱乐又温暖的事情吧。 大致了解一下这次的疫情,各国对中国的援助,如果国家可以拟人化的话,那从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态度来看,日本就算是个傲娇的罗利,而俄罗斯属于钢铁直男,而美国就是白莲花绿茶表当之无愧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那咱们就先来说一下日本,因为长脸人在日本,肯定能比国内的老铁们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。 老铁们看,日本政府一直对中国若即若离,但是在中国有难的时候,日本政府的援助一直都没有缺席过。 而在这次疫情中,日本民间表现出来的心意更是强烈,在寄来的口罩中,中文的古诗词都用上了。 特别是看到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用双语之词唱中国国歌的视频,这是他们在演出之余自发排练的节目。 在视频的一开始就打出中文字幕,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敬,话说啥大场面长脸没见过。 但是我承认一时见,我真的被日本芭蕾舞团唱中国国歌给震住了,为了给中国鼓劲,他们也真的是很拼。 中国人那么高援,不过是中国人,日本人就会这个大事件。 中国人是有语言的钱, designer 参与的吉他人,经过青岡的宗教权的可危机。 中国人,现在是某些藤家对中国人的武器限充满族。 中国人不是老师。 中国人在中国人的太屈员,最有语言。 中国人是在予的浮渴,ただ习 atau嫂労仇独的一亩战的高兴。 中国人是有语言的,是无语言。 啊! 苦しい人ですね。 その時刻,その時刻刻, 人の若干的血盤溢れ出す国人的能力。 人類最痛苦的時刻, 人類最深厚的時刻, 因此時人類被患, 無窮的地獄。 眩口、崩け、 凹さない、諦め、 無窮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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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無窮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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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無窮、無窮、無窮、 無窮、無窮、 無窮、無窮、 勇敢的血。 與他無窮的敵人、 完全探討。 必須的難、最高的順利。 より親吾。 能見你的手伝依月 使用国家の河川、 無窮、 無窮の墨、 無窮、無窮、 無窮、無窮、 每年都在大学前の大学前 坦 Snee 主給民主義 不加的政府 全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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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漢的皆様 中国両大皆様 以外的中国人民 この苦難を乗り越え 次の苦難に備えよう 武汉的朋友们,中国必要见白衣天使们,伟大的中国的领域,相信你们一定会战胜的力气,可不将来遇到的所有艰难嫌疚。 日本人民的这个热情是很真诚的,还有就是老铁门在新闻上看到的,日本街头挂的宣传语为中国加油。 长脸是亲临现场的,感受就更深了一分,这满界为中国鼓劲的标语,让我们对中国更加的有信心,日本给中国寄的口罩就不用说了,甚至有日本女孩街头鞠躬,为中国的防疫一线募捐。 还有前几天长脸出去买口罩,有的日本店员看见是中国人买口罩,还会多给塞几包。 而名古屋东京的一些口罩,直接被卖到脱销。 但是日本民间的主流也没有因为口罩不好买了,而迁怒于中国,与一些没有人性的国家或者地区相比,简直是天壤之别。 对,长脸就是在说美国,还有蟑螂青蛙满地爬的中国香港,以及中国台湾省。 说实话,日本人民在这次疫情里,对中国展示出来的善意,是至今为止我见过最大的。 就差对中国说出,铁子,我想和你出对象了。 但是,一谈到政治吧,日本政府的态度就是若鸡若离,欲据还迎。 老铁们就说,他傲娇不傲娇吧。 当然,这其中自有日本的国情与国家利益在, 但是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善意表示感谢,咱们一码归一码。 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向是实事求是的,日本人的这些姿态有人说是统战,我想应该是的,而且肯定有钱砸在了中国的社交领域。 但是这个善意的姿态摆出来了,我们中国也确实感受到了。 所以,不谈政治的话,日本人民最近的做法还真的是让人挺感动的。 长脸个人在此表示,感谢日本在这次疫情中,对中国的支持与帮助。 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,让国内很多老铁哭笑不得的俄罗斯, 以及无耻的美国。俄罗斯最近狠狠地在美国的脸上来了一记上钩拳, 当然不是主动的,而是被动的。 这一记上钩拳就是俄罗斯默默地给中国捐赠了23吨的物资, 不太玩微博的老铁可能不太理解。 事情是这样的,美国这朵白莲花可谓劣迹斑斑。 美国一直所说的捐赠物资,至今为止其实都是在美华人华侨捐赠的, 美国帮助运输放行。 结果美国政府居然以国际捐赠的姿态,将所有捐赠揽到了政府行为身上。 恨国党们不是整天说国家与政府要分开吗? 包括蓬佩奥所说的拨捆一亿美元来支持中国, 往轻了说是夸大事实,往南听了说就是一句谎言。 因为这一亿美元的用处涵盖了很多领域, 很多种疫情以及很多各国家。 按理说我们都不会拿各国援助的多少来进行比较, 毕竟只要是援助,哪怕是一根羽毛都是西医。 但是美国这个绿茶表就非要吹, 把别人的捐赠拿来粉饰自己的慷慨也就算了。 还他妈吹得天花乱坠? 要脸吗?我就问你美国,要脸吗? 你们就说这是不是绿茶表?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骂的对呀, 美国总统是婊子养的。 我们来看美国驻华大使馆2月8号发的, 然后又删了的一条微博, 具体老铁们看微博内容, 我花重点了。 美国协助完成捐赠转运工作, 请问捐赠主体是谁? 你美国协助是你美国捐赠吗? 怎么就你美国最慷慨了呢? 你当俄罗斯是死了大毛吗? 本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打脸, 美国使馆这条微博再次被网友骂到自行删帖也就算了。 可是为什么升级为上钩权了呢? 因为比起美国实际屁事没干, 却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, 让全世界以为中国欠了美国人情的这种做法, 俄罗斯却是打从一开始都没说自己到底捐了多少, 那23吨的数字还是咱们中国自己统计上去的, 俄罗斯最初捐赠的单位是立方米, 如图。 前段事件, 俄罗斯对中国没有任何表示, 还禁止口罩出口, 很多人就以为俄罗斯这个朋友就此凉凉, 结果没有想到, 继巴基斯坦调集全国库存支援中国之后, 俄罗斯就送来了一飞机的物资, 这是什么概念的老铁吗? 就是俄罗斯派来的那架伊尔76运输机的容量, 正好是186立方米, 186立方米就是该飞机的最大容量, 所以俄罗斯的一飞机物资,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, 塞满了一飞机直接运来, 也就是说俄罗斯就是使劲往里塞, 塞满了开着飞机就来咱们中国了, 而之前的俄罗斯仅值口罩出口, 就是口罩等物资的操作权统一归俄中央, 准备国家集中采购口罩支援中国, 整个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就跟咱们的广东省差不多, 清工业还不算太发达, 这次给咱们捐口罩开动了俄罗斯的130%的产能, 可以说是举国之力了, 俄罗斯不让异区的人进入俄罗斯, 也是因为俄罗斯的大部分口罩都捐到咱们中国了, 俄罗斯人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口罩了现在, 所以索性隔绝算了, 因为自己手里也没有口罩了, 以上俄罗斯做了这么多也就算了, 他做了这么多还不说, 塞满了整整一飞机的物资扔些就跑的直男行为, 你看看人家美国多心机啊, 啥啥没干还把自己宣传成救世主, 老铁们就说是不是绿茶表, 俄罗斯也好, 前苏联也好, 就是吃了, 不会宣传的亏, 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想, 美国驻华大使馆和俄罗斯相关新闻下的网友评论, 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, 美国驻华大使馆被中国网友嘲讽到删帖, 没有美国, 这个是不是很意外, 很多人就纳闷, 为什么没有俄罗斯, 但其实是俄罗斯的防疫代表团, 直接宰了一堆物资, 再来中国的路上, 是唯一一个直接派人来中国的国家, 然后最早在2月1日, CCTV4就发新闻, 俄罗斯的媒体向央视捐赠了一部分口罩, 那条新闻只有7个转发, 8条评论, 45个点赞, 还不如长脸视频的1%, 而与美国大使馆的渣渣户乎乎相对比,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微博压根都没提这个事, 连评论都没开, 然后长脸还想提一下汶川大地震的时候, 俄罗斯不仅派了救援队, 当时俄罗斯的紧急情况部部长, 还派了他的长女作为俄救援队的心理医生, 一起赶赴汶川一线, 说完俄罗斯, 最后我还得必须要说一说巴基斯坦,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, 巴基斯坦是真的倾尽所有来支援中国, 这份捐赠意味着什么呢老铁们, 甘肃是中国目前最穷的省份, 人均GDP只有4735美元, 而甘肃最穷的临下是, 人均GDP只有1762美元, 差不多就是全国最低的地方, 而巴基斯坦人均GDP只有1500美元, 如果把巴基斯坦放在中国, 那就是赤贫的水准, 他们自己的公共医疗都糟糕到不行, 却把所有的库存, 听清楚了老铁们, 是全国所有的库存都捐给了中国, 虽然数量不多, 但真的是倾尽所有, 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有多深, 不用长脸再说了吧, 因为长脸怕说起来没完没了, 引用网络上的一个段子就是, 富哥们家出事了, 穷亲戚找上门, 从口袋里摸摸嗦嗦的掏出了一块手帕, 层层打开后, 拿出了里面全部的100块人民币, 说, 哥, 你先拿着, 不够, 我再回家给你凑凑, 这就是中巴的情谊, 说的少, 但感情深, 当然, 帮助中国的国家还有很多, 长脸就不一一说了, 这里大致给老铁们总结一下, 一, 美国捐赠零, 海满世界的宣传, 自己捐了不少, 二, 俄罗斯50万医用口罩, 扔下就跑, 啥招呼都没打, 三, 英国, 五万副医用手套, 3.5万套防护服, 四, 马来西亚, 一千万副橡胶手套, 五, 韩国, 两百万只口罩, 一百万只医用口罩, 十万件防护服, 十万个护目镜, 六, 日本, 官方, 九万堆医疗物资, 民间, 一百万只医用口罩, 十万件防护服, 十万个护目镜, 七, 巴基斯坦, 三十万个口罩, 八百套防护服, 六千八百个手套, 八, 白俄罗斯, 药品消毒剂等医疗物资, 总共二十吨, 九, 土耳其, 一千套防化服, 九点三五万套口罩, 十, 欧盟, 十二吨防护物资, 十一, 以色列, 十万只口罩, 十二, 伊朗, 一百万只口罩, 十三, 哈萨克斯坦, 十三点六吨医疗物资, 十四, 匈牙利, 两万只一用口罩, 五百双手套, 援助多也好, 少也好, 都是新意, 美国在这次事件里被骂, 不是因为他啥也没捐, 而是啥援助都没有, 还要满世界的BB自己做了这个, 做了那个, BB给谁听呢, 臭不要脸的, 最后引用2008年俄罗斯报纸刊登的社评中的一段话, 中国不需要同情, 中国需要理解, 中国不需要安慰, 中国需要支持, 我们愿以杯水之力, 尽寸尺之能, 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, 十二年之后, 重读这段话, 依然感动, 再次感谢, 在此次一情中, 对中国施以援手的国家, 你们的帮助, 中国人民都会记住, 好了, 今天聊这, 我们下期再见, 拜拜。